市長那你怎麼看關於民進黨昨天這個檢討會議出爐喔 只有沒有人去檢討這個罪魁禍首蔡英文 那甚至還說這個網軍在攻擊這些候選人都是義友軍 你怎麼看 我看到了民進黨他們有公佈檢討報告我們都尊重 但是外界好像有不同的聲音 以及對檢討報告跟民眾期待有深刻的反省有一段落差 他怎麼看柯市長說長者比在65歲就退休工作 否則要當民從21歲 我們都尊重每一位長輩他的生涯規劃 總統您好我是台式新聞的蕭炳明 想跟您請教一下就在國防改革證告一段落之後 那怎麼看說在過年前這個是不是要啟動這內閣改組大概什麼時候 那蘇院長是不是會繼續留任 還有以及怎麼看說不管是黨內或者是在野黨 都有提到一些部分官員都應該要下台要離開 那總統認為說要調整到整個幅度才能符合人民的期待 謝謝 這些事情之後到了我們就會跟大家報告了 所以不需要急著問這些事情 到今天你們要報導的已經夠多了 謝謝 張超廷民視 總統您好民視蔡沛華提問 因為很多國人還是關心經濟上面的議題 那今年我們的總稅收是比我們的總預算多了4500億 所以包括朝野很多立委都認為說是不是應該要還稅移民 就是說比如說發現金或者是發幾倍券 那讓人民有這個還稅移民的感覺 那不曉得政府是不是有相關的規劃 那我們確實有這樣的預算可以發錢給民眾嗎 那另外因為先前府有預告說 我們會召開國安高層會議 討論經濟的對應 那不知道這個日期已經定了嗎 謝謝 我們疫情 老實講影響到台灣將近三年 再加上我們明年的經濟情勢 其實挑戰性是很高的 所以我們必須為明年的這些情勢 必做準備 所以我們有請我們行政院 開始討論各種方案 那所以在這個禮拜 我們會找一個時間來開我們的國安高層會議 就我們整個總體經濟 還有我們的產業 所面臨的困境跟困難 我們要有什麼樣的作為 那另外就是說 在這個困難的經濟 具有挑戰性的經濟情勢底下 有一些我們社會上的人 是需要我們國家特別照顧的 那我們也都會把他們一一的找出來 所以我這裡要講的是說 不同的階段 怎麼會有不同的做法 那我們面臨明年的這樣的經濟情勢 確實是我們要好好的花時間 來看我們應該要有什麼樣的作為 來應對明年的情勢 重點是錢要花在刀口上 要幫助到真正需要幫助的人 所以所有的方案 我們都會審慎評估 有決定的時候再跟大家報告 我們賴副總統 蘇院長 還有柯總召 顧秘書長 邱部長 我們各位媒體朋友 所有收看直播的國人同胞 大家好 在大家上個週末歡度聖誕佳節 緊接著要迎向跨年之際 在距離台灣千里之遙的歐洲 烏二戰爭已經超過三百天 還未停止 但是烏克蘭沒有倒下 烏克蘭還在奮戰 烏克蘭人守護家園的堅決意志 感動了全世界愛好民主自由的人們 不只是歐洲 在亞洲 中國的擴張也持續衝擊著國際秩序 威脅區域的和平穩定 影響兩岸關係 尤其中國在八月軍演之後 對台灣威逼的情勢更加的明顯 面對威權主義的擴張 國際與區域間的主要國家 像是美國 歐盟 日本 澳洲 菲律賓等國家 無部分分的調整戰略 強化資深的國防戰力與軍事量能 沒有人要戰爭 台灣的政府與人民是如此 國際社會也是如此 但是各位 國人同胞 和平不會從天而降 就像邱吉爾曾經說過的 在戰爭與屈無面前 如果選擇了屈無 但屈無過後 我們還是得面對戰爭 而台灣就處在威權主義擴張的第一線 守在全球民主防線的最前線 備戰才能夠避戰 能戰才能止戰 台灣必須強化自我防備能力 才能夠更有力地確保國家安全和利益 才能爭取更多國際的支持 我們越是做好準備 對岸冒進的機率就越小 我們越是團結 台灣就越強壯 越安全 這就是我所強調的 和平靠國防 而國防靠全民 從2020年開始 這兩年多來 我們每兩個禮拜親自主持會議 經過國安會跟國防部共同作業 從防衛戰略 作戰模式 戰力規模 兵力結構 以及訓練內容等面向 我們全盤檢視國家的防衛戰力 今天 我們提出 以強化全民國防為戰略目標的 兵力結構調整的規劃 這樣的國防體系 分為四大區塊 第一 是由編制二十一萬人 限遠十八萬人的 志願役軍人為主的主戰部隊 以專業的訓練 精銳的戰力 隨時守護國家安全的第一線 第二 我們必須打造 以義務役為主的 常備的守備部隊 主要負責國土守備 跟基礎設施的防護 保護自己熟悉的家園任務 並且支援主戰部隊 協助民防的工作 由於現代戰爭的形態 最可能發生的是快速作戰的方式 而現行制度底下 守備部隊是由後備軍人動員編程 但後備軍人動員的速度較慢 而且四個月軍事訓練役 要形成有效的戰力的時間更長 都無法形成集戰力 因此這次方案最核心的調整 就是以資源役為基幹 以義務役為主要兵力組成 我們把守備部隊常備化 任務性質上 就是以義務役為主體的國土防衛部隊 第三 則是整合民間的力量 以各部會 地方政府 還有替代於所建構的民防系統 除了協助軍事作戰 更重要的是 擔負救災 醫療 治安維護 工程搶修等 確保社會持續運作的任務 第四 則是後備系統 未來我們以退役的志願役充實主戰部隊 退役的義務役充實守備部隊為原則 讓長後遺體更明確 系統化的落實 此外 我們也會編成相當數量的後備部隊 於戰時動員後備軍人支援主戰跟守備部隊的各項作戰 並且負責城鄉守備的任務 這樣的兵力結構的調整賦予各部隊及系統明確的任務 而且能夠相互的資源發揮總體的戰力 同時也可以針對不同的任務施以不同強度 不同專業技能的訓練 使得訓練可以更紮實 更專精 而且更有效率 現行的四個月軍事訓練義制度 在兵員的量能和訓練的品質 都已經無法因應迅速而且順其萬變的戰備局勢 以及當前的戰備需求 在經過兩年完整的評估跟檢討 考量在新的戰略架構的兵力需求 我們決定從2024年起 恢復一年期的義務一 適用對象是2005年1月1日以後出生的義男 我必須承認這是一個無比困難的決定 但是身為總統 身為三軍統帥 捍衛國家安全 確保國家利益 讓台灣永續生存 確保世世代代自由民主的生活方式 是我作為總統無可迴避的責任 當然我也知道 有很多國人對過去當兵的經驗感受是浪費時間 有人會質疑 四個月都訓練不好 為什麼要變一年 也有人會擔心這一年會不會變成過去的那一年 充斥著老舊的訓練方式 對此 我已經要求國安會跟國防部 針對這次的義務一恢復一年的方案 進行以下的調整跟強化的作業 第一 強化訓練內容以及訓練性能的擴充 未來的義務一訓練 將參考美國等先進國家的訓練方式 引進各國現代化的訓練模組 同時要增加新武器的操作訓練 增加實戰化的訓練課程 增加實戰射擊 聯合演訓 甚至是民防協力等訓練 因此 我們將擴充訓練的量能 無論是訓場 訓練的方法 教官 教材 訓練設備 或是武器裝備 都將做直與量的強化與提升 國安部所提出的說明文件中 等一下我們會提供給各位 已經把從入伍到退伍 全一起不同階段的心智訓練項目 詳細列出 舉例來說 傳統的刺槍速訓練 將進階調整為近戰格鬥訓練 並且 依任務的需求要增加刺針飛彈 標槍飛彈 弘準 火箭彈 無人機等 新式武器的訓練 以符合現代作戰的需求 又例如 兩個月的入伍訓練 實彈射擊也將從86發倍增到160發 而全一期的射擊發數不會低過800發 不但是2024年開始的一年期 義務役將適用新型的訓練模式 四個月期的義務役 也會從明年開始逐步增加訓練的強度 2024年起 四個月的軍事訓練役 將與一年的義務役 進行一樣八週的入伍訓練 我們希望在心智下 當兵的這一年不是浪費一年 而是用這一年的時間 退變成為更成熟的人 學習更能生存 更能作戰 更能救人 同時也守護自己的家鄉 守護自己的家人 守護自己所愛的人 第二 我們要提高義男的薪資 旅行國民義務的義男 應該給予更大的支持 過去服役的薪資過低 甚至很多人是賠錢當兵 這種不合理的現象 必須要改革 以二兵為例 我們會將未來一年義務役的薪資 包含保險和參試費 將大幅提高到 兩萬六千三百零七元 決定基本工資 而隨著軍接的提升 薪資也將相對提升 我們希望透過薪資的調整 能夠照顧一南這一年 基本的開銷需求 幫助年輕人舒緩學貸的壓力 也減輕家長們的負擔 讓年輕人可以安心的服役 第三 推動服役年資銜接勞退制度 目前義務役年資只能併計 軍公教退休年資 而沒有跟勞工退休年資併計 為了兼顧公平性 我們將推動修法 讓未來一年義務役難的年資 也可以與勞退制度銜接 並且由國防部負擔 雇主提拨的責任 一南履行義務固然是責任 也是榮耀 我們希望這一年的時間 可以讓年輕人的職涯的一部分 讓大家無縫接軌 同時累積職涯的退休所得 第四 教育部將跟大專業校溝通 參作相關國家的經驗 研究讓教育體制更有彈性的可能方案 使義難可以有效地利用時間 並且接軌指揚 我希望大家能夠支持今天所提出的方案 但除了要求國防部跟國安會 在持續經濟內容落實之行以外 我也抱持開放的態度 希望朝野政黨 民間團體 專家學者 社會各界 能夠進行更多良性的討論跟溝通 讓方案更好 讓戰力更強 讓義務役的這一年更有意義 讓國家更安全 讓台灣永續生存 我相信這是我們生長在台灣這塊土地上 兩千三百萬人共同的目標 各位所有的國人同胞 我相信絕大多數的人 都有一顆熱愛國家的心 都願意為國家盡一分力 都願意為守護我們身邊所愛的人 不計代價 拼盡全力 只要台灣夠強 就會是全球民主自由的主場 就不會變戰場 青年就不用上戰場 各位國人同胞 台灣要告訴全世界 在民主或者獨裁之間 我們堅持民主 在戰爭和和平之間 我們堅持和平 讓我們展現守護家園 捍衛民主的勇氣和決心 我相信 這將會迎來全世界 民主自由的勝利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蔡總統 我們先請蔡總統回座 謝謝蔡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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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蔡總統